大家好,我是吴馨,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的现场 今天是我们第六期的积分赛了 主题是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这主题有点针对我 就是大家也知道啊 我单身也确实很久了 这我妈有时候就问我说 哎,我是吴馨啊 你都三十六了,你咋还不着急呢 不是,我妈有急啥呀 哎,你看我这条件嘛 这个相貌端庄,工作稳定 那个,有房有车 这,我有一天去相亲 讲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我妈说对,哪个大妈不得问一句啊 姑娘你都三十六了 你咋还不着急呢 有时候我妈就总问 我就特别烦 我就想,哎 我拿网上的新闻糊弄她 我说妈,你看 我这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妈说拉倒吧 你那叫做节目 你那叫做CP 哎呀,你有本事 你给我拎回家一个来我看看 我说妈 我倒是想也没人愿意跟我回来啊 就是我是那种嘛 比较直男性格的女生 我觉得当众告白这个事 特别傻 你就像那个在大楼LED屏上写名的 然后在飞机上拉个条幅 说我爱你的 这都不是浪漫 那是一种骚扰 这个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啊 我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要是还不答应我 你还是人吗 所以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有个人 在飞机上挂个条幅说 吴欣我爱你 我不会直接随便地拒绝他的 我也租一个飞机 我就在他旁边飞 上面写着 但是我不爱你啊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 真的太麻烦了 它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说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就不再喜欢这个人了 但是你又不能直接说 你说了对方又受不了 所以我一般都选择直接消失 消失太简单了 我就去录快乐大本营啊 你别说他了 观众都找不着我在哪 所以我又不喜欢谈恋爱 但是我喜欢暗恋 这个暗恋的好处 真的太多了 你不仅可以随时喊停 你还可以随时换人 你完全掌握主动权 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你想喜欢多久 你就喜欢多久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我都把他甩了 他都不知道 我黑他个大傻子 我真的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懂生活 才能更快乐 就像老村长久 我现在没事在家呢 就泡泡脚 养养生 拼拼乐高 然后播出来 观众就会觉得我特别可怜 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 但是我真的很快乐呀 我就是一个很需要个人空间的人 我小的时候跟男朋友一起逛商场 逛着逛着我就觉得 空间不够 商场很大 空间很小 我觉得谈过恋爱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我这种情绪一上来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就直接回家了 我也没跟他说 因为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缘总会再相见 听完我上面讲的这些呢 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明白了 为什么我一直单身 但是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另外两位领校员 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尽管他们也知道 爱一个人好难呀 但是他们也只能爱一个人 有请已婚男人 李淡于谦老师 这个每一期呢 我们还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 今天这位呢 他也姓于 但是他跟于谦老师没什么关系啊 大家不一定见过他的人 但是呢 你们一定听过他的歌 体面 有请体面人 于文文 我们好 世界上 来